7的二四方,那就7乘乘2 OK 这个应该在第二单元里面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然后呢,主要就是底下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像关系议算子,这个可能知道一下 这个还有逻辑议算子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比如说第一个,我是希望 请Chall TV帮我写一个程式 什么程式呢 就是说我希望输入年龄之后 它告诉我这个年龄是不是已经成年了 如果是就成年,不是就未成年 这很简单一个程式 那如果在开始里面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增加一个变数 变数的话就是用input 所以这段程式你们待会可以先Ctrl C 那我是放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之后会跟各位讲就是 在第五页的地方 所以你们可能就慢慢习惯一下 后面所有的程式码云端上面都有 那云端的部分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个网址 资料都是在这里 刚刚是安装环境嘛 在上面这边就有云端白板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单元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你就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就跳出来 然后在右边会有卷轴 以后的话我会跟你们讲说 我的程式码放在卷轴的地企业 你就找一下你就选择位置应该一样 那这个程式你可以直接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这个Spider里面 那贴的时候特别注意 因为预设假设你开起来长这样 如果假设已经写好 那如果你要新增一个 就左上角这边有一个新建文件 你把它点下去 然后把里面的注解删掉 直接就把程式打上去 或者是说直接输入了 把它贴上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判断 其实执行非常简单 执行就在上方有一个像Play的按钮 把它按下去 那这边的话就会出现这个 请输入年龄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Input 它其实就是主要目的是 可以跳出这个提示命令 然后呢 让使用者填一个资料在这边 填完这个资料之后的话呢 它会带回去给 这个前面的变数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前面一定要加int 挖胡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假设输入20 那理论上我们理解应该是 20的数字 可是Input的这个函数 它得到的一定是20的文字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文字的话 一定不能比较大小 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字 它不具备有数字的这个 这个这个辨识功能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变成要把这个东西转换成 没有这个东西的一个数字哦 那如果它转换的话 记得用int把它转型 转型完之后 放到H里面 才会是20的数字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加它一定会出现 卡在那个逻辑判断这些 那底下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输入20岁 那H里面就放20 20也没有小于18呢 这个逻辑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那就会执行这个 如果为Force的话 就执行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个逻辑结构 一辅 然后底下的话反思 记得就要20加一个冒号 那if后面就是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冒号 所以当然20 有没有小于18 没有嘛 所以Force 所以它会跳成年 OK 所以我输入20 Enter 它就输出什么 输出成年 那当然反思啦 如果我今天讲这输入什么 15岁 15有没有小于18 有嘛 所以就是True 未成年 大概就这样子 那当然我就很疑惑啊 我就问 我就想说 那我自己写啊 我有时候 不知道怎么写 或者说我不想写 那我想要请那个TrueGP 帮我代劳一下 于是乎 我就直接怎么样 先新增一个NewTrue 怎么样 像刚刚我提到的 NewTrue 然后呢 就把问题呢 直接就丢给他 然后就问他说 请你帮我写一个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 这边有一个New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 OK 这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 我把问题 就输入到这边 当然我的叙述 这个叙述其实也不用太 怎么讲 太长篇大论 反正你就是 第一个 告诉他用什么语言 所以你说 请帮我撰写一个 那个Python程式 或者是说你 假设要写VBA 但是你可以写 请帮我写一个VBA程式 也都可以 然后内容的话 要不要叙述一下 我希望 因为我怕他不知道说 他开头一定要Input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用Input函数 取得资料后 有没有 所以可以叙述了 然后呢 在这个逻辑判断 这个答错了 应该是在 在应该 在判断说 是否成年 于是乎他就给我一个程式 底下就是他的程式 你会发现 其实还蛮到位的 可是 跟各位讲一下 他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我把它Copy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把问题丢给他 他就帮你把程式写好了 那这个程式如果要Run的话 很简单 把它Copy之后 然后再到那个Spider里面 你把它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一样把上面的注解 单掉 贴上就可以 然后Ctrl加 放大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呢 基本上 结构 几乎完全一样 可是你会想说 老师 为什么这边多一个if 跟一个def 跟各位讲 这个是可以拿掉的 因为根本不需要 把它写成Function 他把它写成 只要Python里面 开头是def 这个def的部分 统统可以拿掉 按怎么拿掉 记得 把这个def 跟if 删除 所以底下的if 拿掉 然后def 也把它Delete掉 如果我不把它写成Function 再来最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底下的东西 把它 接成 往前一个 那怎么往前一个 记得按Shift加Table Shift加Table的话 就是指的是凸牌 按Table是缩牌 刚刚是按Table Table是缩牌 那Shift加Table的话 就是凸牌 好 这样的话应该就写完了 你会发现 写完了 程式好像长得跟我 刚刚写的一模一样 好像是我自己写的 有没有 而且连变数名称都一样 显得太巧合了吧 OK 上面有注解 下面有注解 让让看 应该都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差异 因为这很妙 那跟我自己写的 怎么不一样 有啦 它好像 多了您 尚未成名 您已经成年 可是说真的 也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第一关过了 如果你不会写的关系 你就自己产生了 那后来的话 我就想说 好 那这个简单 会不会太简单了 你应该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那你帮我写个BMI程式 底下有程式 我就想说 给你一个复杂的 而且甚至呢 我没有特别 其实恰不定 有那个判断成绩的 这个如果有进去 自己看一下 那有关BMI部分 我就想说 你帮我写个BMI程式 结果 很妙的 它真的就写出来 而且写出来 跟我长得又很像 真的蛮奇妙的 好 所以呢 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如何透过 第一个 你恰不定要开通 第二个 你的Spider 一定要打开 第三个 试试看吧 OK 所以今天 又慢慢就进入到主题了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利用 ChartGD与Python 帮我完成一些 可能我本来不会写的程式 如果有问题 我们来改 所以刚刚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程式 会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你要记得把它 Delete的掉 有没有 哪些呢 哪些呢 就这一个 跟这一个 然后呢 最后记得把它 Shift加Table 这样就OK 最后把它删掉 好 那我们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的话 我们一点再继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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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